耶利米书第33章 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 成就的是耶和华 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论到这城中的房屋 和犹大王的攻势 就是拆毁 为党敌人高磊和刀剑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人要与迦勒底人征战 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 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 因他们的一切恶 我就掩面不顾这城 看哪 我要使这城得以全欲安疏 使城中的人得医治 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 显明于他们 我也要使犹大贝鲁的和以色列贝鲁的归回 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 就是向我所犯的罪 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 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 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 使我得颂赞 得荣耀 名为可喜可乐之城 万国人因听见 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 所施的恩惠平安 就惧怕战惊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论这地方 说是荒废 无人民无牲畜之地 但在这荒凉 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成义 和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在听见 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并听见有人说 要称谢万君之耶和华 因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有奉感谢祭 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 因为我必使这地 被掳的人归回 和起初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在这荒废 无人民无牲畜之地 并其中所有的成义 必在有牧人的住处 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 在山地的成义 高原的成义 南地的成义 遍亚敏地 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 和犹大的成义 必在有羊群 从熟点的人手下经过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 必然成就 等那日子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翼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那日子 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 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必永不断人 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 祭司 立位人 在我面前 也不断人献凡祭 烧宿祭 时常办理献祭的事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 白日黑夜的约 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 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 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 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 立位人所立的约 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 海边的沉沙也不能斗梁 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和侍奉我的立位人多起来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 他们说 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 他已经弃绝了 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 以为不再成国 耶和华如此说 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 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 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 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不使大卫的后裔 治理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后裔 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也必怜悯他们 如今大华 如果以其他人 希望她过来 友谈到这些心底下 自然是际上的 大华路 互相当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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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